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一位讲者 他就会用另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和说一说 究竟他对于土地大辩论的看法 他就是资深测量师 彭绍基先生 他今次就会说 土地债券是否可行 还有最重要的是农地、棕地 怎样为之 可以是一个最佳的运用模式 这次在大辩论里面来说 其中一项就是说 在新界有很多棕地 这些棕地究竟会否是一个 提供房屋土地好的选项呢 我今天就在这方面 和大家探讨一下 其实来说 首先说什么叫棕地 我们现在在香港来说 对于棕地 就没有一个所谓法定的存息 其实如果你说 棕地的名字 何来呢 其实根本来着英文的 blown field blown field 其实在外国来说 所指的是一些 荒废了的工业用地 对外面来说 就没有任何畜业了 但在香港来说 blown field 就不是这个意思的 所指 其实多数是指 新界已经荒废了一个农地 而这些农地来说 它荒废得来 它仍然在做一些东西 基本上这些东西 我们看到大部分 都是做一些所谓 露天的物料储藏 回收 机械 或者车辆的维修 或者停泊的活动场所 那么我们发现到 这些地方较为集中 在新界的北面 和西北面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古洞 或者是洪水桥那一带 那为什么会是 那些地方较为多些呢 最主要来说 这一带 平原地较为多 为什么会是 就是 会这么蓬勃呢 一样东西 我们要看看 一个背景了 其实 这些棕地来说 应该在80年代 初期来说 就开始 慢慢地扩散 那么这个扩散原因 有几方面 第一 就是这些 这样的作业来说 很多时候来说 我们发现到 它是做一些所谓 港口的 所谓后勤服务的 这些饭椅 所谓是 货柜集商的那些 它的储藏 和运载 那样 另一方面来说 这个新界棕地 有一宗比较上 大家可能都会留意到 是一宗上诉庭的案件 是令到 这些棕地 是 可以说 慢慢地扩散 那 因为这个案例的出现的话 就令到来说 在1983年之后 很多 原先荒废了农地 就做了一些露天仓了 其实来说 政府的一些数据 曾经做过 一些小小的调查 当它在1983年 大部分当时 在新界地区 作一些 港口后勤基地 所谓的货柜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当时来说 大约有23个地方 可以做到这些东西 但当它在1993年 再做一次调查 已经增加到237个 已经增加了十倍 另一方面来说 做了一些露天仓 1983年 大约有586个 但1993年之后 已经去到1453个 大家可以看得到 当年来说 这个生法 这件事 后遗症是如何 就是这样的了 其实这个案子出现了之后 它迟到1991年 才立下决心 去做一个改善 那时候来说 就成立了一个 所谓叫做 发展批审区 Development Permission Area 如果 当这个批审发展区的图则 出现之前的用途 你已经存在过 它就不会再执行任何行动了 如果之后 它就会有一个所谓 叫做 採取行动 那现在我们 看到 新界北面和西北面 在棕地上的作业 其实很多 都是1991年 或以前已经存在了 所以来说 你要取代它 是没有办法的 根据政府给我们统计的资料来说 现时全港大约 有1300公顶的棕地 是用了这些用途 什么概念呢 1300公顶 即大约68个维多利亚公园 那么它占香港总面积来说 大约1% 如果你说真的要大规模发展 我相信来说 就应该来说 是将一些比较上 现时的发展区 而那些交通配到 相对较为成熟些的区分 做就会较为好些 根据政府透露的资料 就是洪水桥这一区来说 是应该来说 是比较上 发展较为理想 就符合了近现时已经 发展的区分 交通配套来说 相对都会较为成熟些 那么 回来说 我们其实看回 这个棕地发展 是遇到有不少的挑战 很大部分的棕地来说 其实原先的前身是荒废的农地 而这些农地来说 可以说大部分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私人土地 那意思是说 你要发展它 你无可避免 就一定要收地 好了 一说收地 一定是说赔偿 安置 它很多时候都是一些新界的原居民所持有的 但是来说 它们持有这些土地的话 可以说是没有本的 因为是祖堂地 留下来给它们 故事来说 收地的话 在对它们来说 当然是一个好的机会 将土地套现 而政府在赔偿方面来说 相对来说 是比较上 也是较为宽松一点的 但是我们所看到的问题 就不只是说 在收地上 这一班业主的问题 我们也看到来说 这些土地上 不是真的荒废 是有人在做作业的 中地的发展里面 最大的挑战 反之来说 不是赔偿 给那班业主的问题 问题最大的 就是如何安置那班 现在在中地上 作业的那班人 因为他们有一个特殊性 就是他们本身来说 这个行业性 是令到他们 是不容易 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 究竟来说 这班原先作业的人 我们是否一抹抹了他们 就已经不存在 我想这不是他们想做的事情 因为根据政府的调查 目前来说 大约有三百个作业者 而里面所雇佣工人 有三千人 如果你说 他们说 我不管了 总之你把他们都扔走了 我想问问大家 你把他们安置到哪里 当然在洪水桥发展区里面 政府预留一些土地 是准备安置这班人的 但问题就出现在这里了 你安置他们 你用什么形式安置他们 政府提议 用多层大厦形式 如果我们看一看某些行业 根本就进不了多层大厦 对不对 所以来说 政府就在想 不如我们 给他们一些地方 给他们 你真的要找地方 因为有些地方 根本是不适合 再继续在这些地方 和其他周边走在一起 如果把他们远的地方 可能到那边的人 就反对了 所以我觉得 安置是成为一个大的问题 我觉得 地债的问题 其实是一个 挺好的提议 我觉得这个提议 不太差 因为来说 其实这个概念 是跟我们香港 早年来说 在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 和八十年代的早期来说 当年 港英政府来说 都用过同一样的方法去做 不过当年来说 就不是叫做地债 就叫做换地权益书 Let that be 我觉得这个概念是好 但是 最大的问题就是 政府是如何呢 就是即时来说 我不是赔偿任何金額给你 是给你一个权益 你可日后新发展区的土地上来说 是可以购买 其实来说 这个概念来说是不错的 不过也是关乎安置和重置的问题 你没有地方去安置和重置 其实来说 就会引致到 是一个很大的抗争 所以来说 我们也提及到 在2010年和2011年 政府由于安置和重置 是令到蔡元村出现了很大的抗争 亦都令到政府的金额赔偿 是破了纪录的 在这方面来说 我想大家在这方面的资料都很足够 当然 时间就够了 我就不敢继续再说下去 希望来说 有机会大家再探讨一下 谢谢 诗先生 哦 是啊 到你了 那就不用介绍了 是不是 好了 诗先生 你说 我自己其实最初 是很早期 我有提出来 社会要为土地问题 进行一些辩论 取得一些社会的共识 是我提出来的 不过 现在搞到这样 就跟我想像中 就差很远 因为他 一提 已经去到很具体的 土地的 如何收回 用哪些土地 用什么方法 一去到具体的东西 就有很多争论 我本来想着 可以哪些地方容易取得到共识 第一点 香港不是没有地 香港现在 建了楼的地 或者市区 发展了土地 占全香港的面积 多少呢 香港 有110平方公里 真真正正 已经是 市区发展的 大概是 24% 25% 都不够 四分之一 发展了 其他的 四分之三 都未移动 证明香港不是没有地 我自己觉得 人都有居住权 人都有生活的权利 人都 已经在香港生存 你说 会破坏环保 老实 全世界的环保 都是人破坏的 最该死的人 所以如果我们规划得好些 我们一样可以有足够的土地 另外 除了有地之外 香港人 是有足够的生产力 去支持我们 去负担得起建筑费有余的 就是一个地方住成什么 如何状况呢 其实跟那个地方的经济环境很有关系 现在我们专业服务 金融业 全世界 名列前茂 香港人的生产力 所以香港人其实是 个个都应该 是住得好过现在很多 就是你看其他的城市 就是广州也好 甚至远一点 长沙 就是大陆的城市 如果不算大陆 普通一般的地方 都大部分居住面积大 所以我认为 第二个结论 应该 土地大辩论 要争取到的 其实 香港人 应该可以住好些 大家都有机会 住得超过现在 不要要求高了 如果住好50% 我相信香港人 这一刻都相对满意 先当地积比率 和现在 一样不加地积比率 现在是7% 增加百分之50% 就是要增加多3.5% 3.5%是多少呢 大概是3500公顷 现在政府要拿的 好像只有千多公顷 1200左右 1200左右不是全部住宅 所以其实很少 答不了我 要提高到大家一起住好 因为现在大辩论 全面规划 你当然规划 长远一点 我觉得 香港人提出一个要求 我们希望 互均有750尺 有一个 隔离我们经济能力的居住环境 你提出一个目标 你才知道要找多少地 短期才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就是 居住在 出租的私人留院 蔡可慧刚才也有说 住公屋那些 当然环境不是最好的那些 但他每个月的开支 10%以下 是拿来交租的 所以他还有90%的收入 是他可以支配的收入 所以他的生活 会好过住在私人楼宇 而不是拥有楼宇交租的 所以这一批我认为是最急切需要的 政府要帮 是帮最困难的那些 如果最困难的呢 我就认为这批人 这批人有多少呢 现在香港大概有一半的家庭 有自治物业 另外山城呢 就住公屋 那剩下来呢 是 20%的家庭呢 其实是租楼住的 租私人楼住 不是租政府楼住 大概20% 而这20%里面呢 其实就是 有一半左右是在轮廓公屋的了 所以真真正正 政府要帮的呢 是帮多少呢 就是大概10%左右的 住在私人楼 当然 轮廓公屋都是政府要帮的那些 但是 那些呢 即使现在轮廓了 都有一个日子 都是五年 就可以 日住 但是另外那些 没有资格住公屋的呢 是我认为现在问题最大的 那 他们就交贵租 公屋又没有资格申请 那政府现在给什么呢 就是给居屋 它 但是居屋呢 我觉得政府是 没有承担的 怎么才没有承担呢 因为公屋呢 有轮后 轮轮下 三年都 迟了五年都有啊 但是居屋是 抽签的 抽签都可以解决问题 就是六颗座可以解决贫穷问题 我每个星期都开的了 你不中而已 现在也是 我有居屋卖的 你不错而已 应该是七八年左右 开始有居屋 现在刚刚四十年 四十年都抽不中的人都有 那你真的不错了 但是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怎么解决呢 就是公屋呢 都要轮后的 居屋呢 都有资格轮后的 那你才有责任 知道欠多少嘛 现在不是的 现在是 都有超额认购的 但是这个数字 变动很大 市好的时候 哇 超额 多少倍 我不知道不知道 有十几万人 去申请一个居屋的 市不好的时候 没有人申请 居屋当私楼卖都试过 另外市不好呢 抽中投筹都不去拿 也有 是啊 不是很久之前而已 所以 要是牵涉到 有一定的投资因素 市不好就未必有人投 正如说 不是很多人申请 有时候没有 那些比拒有时都未必来的 但实际上 如果我们将居住 看成是基本人权 我刚才有前提的 我说我们的生产力 去到这个水平 我们给得起建筑费 现在我们 买不起楼的主要原因 不是说我们炸豆 我们和其他世界地方的人 比我们 输涉过人 所以没得住 我们是威过人 聪明过人 现在是 买不起楼 和建筑费无关的 是地价过高的 政府现在是 需要棄收 放棄收就可以了 即是你肯收少地价 那就香港人 已经买得起楼 那 怎样棄收呢 有些人说 哇 棄收地价 便宜了地产商 它将来 又买好贵利 作回我们 我有个方法 令到地产商 没有那么容易 作回我们 就是在批地的条文里面 作了一定的限制 一块地值多少钱呢 政府的主导权是很高的 如果那块地 让你建房子的 那当然贵一点 那块地 让你种花的 那就少一点 那现在 加一样什么东西下去呢 加一样就是 这块地上面 建出来的楼 只能够 卖给香港 未有楼的 永久居民 这个是第一样 这个已经可以 排除这块地 给外来的投资者 甚至本地的投资者 第二个限制呢 就是 买了之后 只准自住 不准出租 那就排除了投资机会了 就是你买了都没得收租了 第三个呢 就是 将来转售 不是转售去私人市场 都不用你保地价了 这是一个独立分割的市场 只能够卖给 有资格申请这些的人 这样呢 发展商就卖不得贵了 是 在 这 10% 住在私人 楼宇 交租人 未曾上楼的情况下 每年政府的拨地里面 要大部分 给香港人 都没有人休闲 撥落私人市场 少点 至于土地怎么来呢 提了很多建议 我认为 有些是快 有些是慢 我们 当然最好就是找些快的 我有些快的 是快到不用找地 就是增加地积比率 我们现在要的是楼 不是要地 你地上面建多些楼 都已经是 可以 就是解决居住问题 现在我们7%的住宅用地 大概 平均的 就是那个地积比率 是一点多的percent 但是实际上 一般市区的住宅楼 高的去到百倍 就是低的 譬如说 九龙塘 加多里山 只有0.6倍 什么意思呢 0.6倍 就是一万呎地 给你建六千呎楼 如果你说改到百倍 一万呎地 八万呎楼 所以如果你只要增加 增加地积比率 已经是可以 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解决了居住问题之后 香港的社会其他问题 是相对容易解决 如果你居住问题 解决不了 人们就会看成是 政府的责任 希望真正可以在未来看到 香港人居住的环境 有所改善 我先说到他 对不起 谢谢 谢谢 谢谢